各位網友,12月23號,明天就是平安夜,祝大家聖誕快樂 這一節就是講美國航空的Surveyor投資日記,AAL AAL現時的價格是15.81,我剛剛就在15.7入貨 既然我都入貨,順便分析一下這隻股票,先講它的基本性分析 即是財經數據的分析,然後再講技術性的分析 然後再講入市價大概多少,指洩位又在哪裏 還有短線,譬如說一個禮拜內會看什麼價格 中長線又會看什麼價格,還有值不值得長渣呢 現時每次講股票都是用這種方法,將一隻股票講得比較上 詳細一些,臨力盡致一些,日後幾個月,一年,兩年,看回 都是可以作為比較的 AAL你看到現時,股價一直向上攀升,剛才是15.7入貨,但現在是15.86 看看左手邊的圖上的數據 它的市值是9.638 billion 它的beta是1.79 beta的意思就是大市升1,升1.79 大市跌1,跌1.79,即是上系波動,幅度會大些 簡單來說就是比較熱門的股票 PE ratio暫時是未有的,為甚麼呢? 因為COVID-19,去年,今年的影響就虧得太厲害了 所以earning per share是-14元 變成暫時沒有息派 NA 為甚麼呢? 一會看技術性分析,又是這麼多年來 2020年是最低位的 八個搖半左右,差不多是近這十幾年的最低位 稍後在技術性分析再講 這隻股票就是美國的大股 AAL 在現階段有疫苗的過程當中 屬於撈底比較好的股票 是優質股來的 難道這麼多架飛機 一架飛機都值這麼多錢 難船都有三斤釘,跌到這麼殘的時候 現在的回升是絕對應該的 好,看看它的技術性分析 我們轉來看,先看一個多年的價格圖 2006年到現在 2006年到現在,除了2008年的時候 即是金融風暴,即是0809年 是跌得比較低一點 即是低於10元之外 其實大部分時間 都是在10元 即是9元左右或以上 特別是2014年開始 到2021年 都基本上是10元以上 而是 如果說回2014到2020 14到2016年來說 在中位線的價格 差不多是30至40元之間 即是平均價位 大部分時間 medium price 大概是接近40元 當然我這個是用目測 去看medium 即是大部分時間的價位 最高是50至60元上面 最低是30元 所以就是40兩元 這是medium price 大部分時間 是12.5元 了解了它的價格 這麼多年的走向 看看短期 近來來說 這一年 你看到 一年 基本上 我給大家看 medium price 大概是這個位置 medium price 就是最近這半年 是12.5元左右 medium price 就是大部分時間 12.5元 OK 在一直都沒有疫情 沒有疫苗的時間 就是徘徊在低位 好了 當疫苗出現了 它才在 差不多11月底 11月中的時候 才開始達上來 其實它是剛剛升上來 剛剛升上來 剛剛升上來 那之前升上去 十八個幾 十八個六 OK 然後呢 跟著這十天 就是和你回途 和你回途呢 去到這裏 那這裏來說 你看到三天 一天 兩天 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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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個底 三底不破 所以最低位指示本 就是15.4.5元 那我就定了 在15.4.3元 的指示位 OK 那就是 你看到 這麼多年的最低位 對不對 如果升上去的話 那還有 幾多星幅 可以看的 OK 你的Medium Practice 成四十幾元 你現在才值十幾元 是不是這麼說 OK 好了 就看回短線一點 看六個月了 看六個月來講 就是說 你看到 剛剛最近在 12月的九號 就上到十八個爐三 然後一路獲利回途 這個獲利回途 升上去之後 升 由什麼時候 是由這裏開始 11月23日 升上去的時候 升上去 十八個爐三 然後又跌回十五個幾 那基本上 升了兩倍 跌回一倍 即是升一百元 跌回五十元 這樣 OK 好了 然後 跌定尾呢 就看這裏了 這個就是 12月22日 低位十五個四號半 那麼 這個十五個四號半 就可以作為這幾天 你買入AL的一個 止蝕盤 那就是說 跌穿了十五個四號半的話 那譬如十五個四號半 你先賣出了 賣出了之後 然後又怎樣 那估計 它會在 大概是十四個八號六 它已經站定了 OK 在這裏面 到時候 你便可以再拿回 變成你便可以 賺多些 而已 那中長線 這個股票 絕對是可以看回三四十元 OK 所以呢 也都是 譬如油價股 有時候我們覺得 都有些風險 因為油價股 是不是 又有中東其他影響 你只是說美國經濟來說 美國經濟是好的 所以 當大家都可以去旅行的時候 American Airlines 就可以上回去 是不是 這個很明顯 昨天才看另一隻 就是做飛機引擎的 一日升23% 忘記了它的股票名 我記得大家看看 昨天最會有股票網到 所以呢 這些AAL 絕對是 值得是中長線拿回贏 OK 近來的息口比較低 因為去年沒有賺錢 那 其實今天短炒來說 我個人覺得今天 就算你炒即日市 今天都升上十六個三樓四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OK 但我就短炒而已 我就看十六個 差不多看十六個八 就是十六個八 因為這天十六個九號九最高 這天是多少 十二月十七號 因為這裏有三個頂 一二三 十二月的十六號的頂 十五 十六 十七 這三個頂都是十六個九號九左右 所以 我就會預算在十六個九號九之前 就是十六個八 就收割 你看到 Eric是怎樣定那個短線位 當然 你如果想著 扔掉下去 不要理會他 就慢慢拿上去 都是OK的 所以 買入的 我就選了一些實力股 如果股空的時候 就比較快些 OK 今天就是 十二月的二十三號 剛才Eric入市 就是為了我的同學會 的衛食基金 入了很少 就是入了這隻 AAL OK 就是十五個七 剛剛也是大半個小時前 大家可以 生活以待 看看結果是怎樣 OK 十五個七 升了幾次 升了很少 OK 希望大家 看了這個分析 基本性分析 財經新聞說的是 昨天或以前已經發生了的事情 除非投資日記 一直都只是希望說 未來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雖然是說未來 變成什麼都會有風險 風險就一定自己承擔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希望可以 分享 按個like OK 或者是subscribe 還有就是 我有個patreon 就是patreon.com 然後邪間 Stock Weekly 就是每個禮拜的財經分析 改股票分析 就是水筆投資日記 五元月費 一個月 全部是拿來捐的 捐是做什麼 買書 送給紀錄教小學用 現時的會員很少 幾十個 每個月可以買幾本書 一本書二十多元 四個會員才買到一本書 所以 就希望大家 又踴躍捐輸 就是五元一個月 說真的 我介紹一隻AAL給大家 如果真的跟著買 誰知道賺五元 所以 不要懶惰 按一按patreon.com 找找Eric的video 他叫做Stock Weekly 然後怎樣 加入五元一個月 就是善有善心 好有好報 還有一樣 就是我都是義工 希望大家眾志成成 亦可以給小弟一些鼓勵 這個網台全部免費 目的就是做少少善事 亦激發普羅大眾做善事的善心 然後就是 沒事的 職小成多 是不是 變成大家 會有更好的未來 而我覺得未來 是要從教育做起的 Education 這個最重要 為什麼香港的政策這麼差呢 就是因為 那個 我純粹覺得 那個 特首 那個 那個 management 真的很差 EQ 又不夠 變成了 引致到 很多的 施政 失效 有時 他作為一個 coordinator 作為中間人 站在這個 中央政府 和站在這個地方 香港的中間 這個中間人 如果長途 是長得不好的時候 是會引致到 很多很多的大問題 明明 小錯變大錯 明明 不需要撞冰山 他就撞冰山 還要撞大陸 這樣 所以變成了 你和以前的 針蔭權 或者其他 特首比較 他實在就是 真的 就是從結果看 是將小事變成大事 大事變成極大的事 搞到今時今日 小弟都不敢回香港 為什麼 覺得香港不安全 為什麼 就是因為 你想想這兩年來講 無緣無故搞這麼多事的話 你說完全是說 中央的問題 我和你說 當然不可以這樣說 你地方官 你自己那人 你的管治 是不是真的 很大問題 好像送中條例 他自己都說 自己搞出來 黑人爭到死 你搞這麼多事情 結果又怎樣 結果又搞到大家 人心惶惶 搞到大家移民 是不是 這個 這個領導人 真是很離譜 所以 說回來 無論任何情況 你說 你看這些圖 看這些賣股票 不會 大家很多都會 只不過就是 有時候 在旁邊提醒 點一點醒 做一個 coordination 搞定 自己有自己的決斷 如果 每次都說 你太專橫 太武斷 說 全世界什麼都不要買 只買AL 好了 你不買AL 你就會 輸掉成富 身家 一定虧本 如果你這樣說話 的話 真的有人跟你去買 而虧本 又怎樣呢 所以有時候 作為一個 leader 或者作為一個 領頭樣 真的有時候 要 humble 以及 要接納各方面的意見 今時今日香港 搞得人心惶惶 真的很激氣 所以 無緣無故說 投資日記都爆了幾句 不好意思啊 大家 今天是12月23日 2020年 明日就是平安夜 在美加 都還有一個很好的平安夜 在暫時 雖然有疫情下 我們誠心討告 還是會有一個平安 也很希望 香港的朋友們 都是有一樣的平安